男性学士零日前凭借台湾犯罪故事夺下金钟失地 然先前他在釜山国际游战 破犯罪加男配角就网友疑惑表示 为何奖项不同 也认为他以短短三节内容 打败长剧夺下失地 执疑评审不公平 可用角逐失地的吴康仁在庆功宴上被问及此事 他认为今年有人提出疑问 明年就有可能进行微调 一定会朝好的方向走 事实上台湾犯罪故事有四个单元剧组成 因此入围金钟戏剧类节目时 旧网友疑惑表示 该剧应该报名迷你剧集 而不是戏剧节目才对吧 对此文化部回应表示 该剧主打一个影集四个单元 由同一制作人 总导演统筹 全剧有12集 总长度603分钟 否则剧节目的报名规定 澄清了网友们的疑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